好,元宵节那一天呢,新竹有人开灯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 突然有一盏这个天灯啊,从天而降 几乎整个就照住了它的挡风玻璃啊 驾驶吓得赶快跳下车去把它给移开 但是天灯还在继续烧哦,变成火球非常的危险 差一点就造成意外了 天灯 有没有搞错,天灯就这样突然坠落 挡在挡风玻璃上,而且里面的油纸还烧着 就怕火越烧越大,驾驶赶紧下车把天灯拿走 还好早一秒钟把坠落的天灯拿下 没多久,天灯也跟着烧了起来 搞什么东西啊,还好我们早点拿起来 再看一下这惊险的画面,小客车当时在等红灯 没想到一个天灯从天而降 把车内的驾驶和乘客下的急忙下车抢救 突来的天灯连路过骑士都停了下来 这是圆焦节那天发生在新竹市南大陆的景象 把影片po上网还自嘲又够幸运 还好那天8888个天灯临时取消 不然像他们撞天灯的意外到处都是 中天新闻和孟谦,尼浩伦,新竹采访报导 中天新闻和孟谦,尼浩伦,新竹采访报导